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来介绍一个新的领域 就是电磁学的一些概念 那讨论到电磁学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磁场的这个观念呢 我们做一个介绍 那其实呢 中国的老祖先呢 他们很聪明 他们在西元前四世纪 我们知道一个世纪是一百年 等于说在公元前呢 四百年呢 他就已经发现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天然的磁铁 他可以吸引铁 以及指引方向 那实际上这是很重大的一个发现 那大家有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说当时皇帝跟次友呢 在打仗的时候 好像听说次友他会 他会变魔术 就是他会放出那个烟雾 然后使得皇帝的军队呢 经常会迷路的状态之下 那因为发现了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常常就说 皇帝好像发明了指南针 那其实应该 这是一个以而传而的一个历史 那事实上这个指南针呢 在航海上的运用呢 通常应该会比皇帝那个年代呢 可能还要晚很多 所以指南针的发明 到底是不是皇帝那个年代 就已经发明了这个有待历史学家 他们去考证 但是这个发现其实上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重点是在这点 他可以指引方向 好 第一个他是 他可以吸引铁 又可以指引方向 那表示说地球本身呢 就是有铁的结构 而且这个铁的结构 还蛮坚强的 那后来呢 经过这个地球物理学家的证实 因为地球的结构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层次 最中央的这个 最里面的那一层呢 我们称为核心 又称为地核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铁跟镍的核金 那我们知道铁跟镍呢 它本身就具有磁性 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球的外表 因为我们知道地球的平均半径呢 大概是六千四百公里 你看这么远的距离 它能就能够显示出这个 它的磁性 它的磁性 但是它当时呢 西元前四百年呢 它并没有一个 经过一个科学的论证 只它只是发现这个现象而已 一直到了一千六百年 你看 经过了大概两千年左右 外国一个科学家叫做吉尔伯特 它才用科学的论证方法呢 指出说地球本身呢 具有磁性 而且等于说地球本身就是一个 大的磁铁 那到了1820年呢 才有一个经过实验 但是这个发现非常的重要 有一个叫做Oster这个人 它用这个 它在电流这个电线的旁边 我们把这个导线通上电流 那旁边呢 放了一个指南针 放了一个磁针 就它发现呢 这个电流呢 会使就是那个导线的 就是电流附近的磁针呢 都会产生偏转 但是到了1820年呢 安培就证实 就是两个互相平衡的导线 如果都通上电流的时候 它们之间呢 会产生磁力 那就证实了 1820Oster的发现 因为我们知道偏转 就事实上 它就是一个力的运用 就是因为它有力的话 才会产生偏转 力的作用才会产生偏转 那安培呢 它证实的就是说 两个电流 互相平衡的电流呢 中间会产生磁力 那这两个电流的方向 要是相同的时候 它们中间产生的是吸引力 那如果两个电流方向 相反的话呢 它们中间产生的是排斥力 就是对磁力呢 提出一个更有力的证据 因为我们知道力的话 有两种 一者是吸力呢 一个是磁力 它们当初为什么会证实 它是磁力呢 因为我们知道电流 它是电厂所产生的作用力 那所以呢 它们在中间 就是在两个平行的 这个导线之间 又要放上一个金属板 因为如果它是电厂 产生的作用力呢 照理说这个金属板呢 可以阻绝它们之间的作用力 但它发现这个金属板 借在两个电流之间的话 对它的作用力呢 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 所以最后才证实 它是一个磁力 然后我们对这个磁场 以及它周围所产生的磁力线呢 我们利用一些图形 来做一个论证 就是更加证实了 它真的是一个磁力 在磁铁的周围呢 这磁力所作用所及的这个区域呢 我们就称之为磁场 那我们在后面 我们会一系列的来介绍 这个磁场它的一些作用 那我们先对磁场呢 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 就是所谓的磁场呢 就是说磁力所能够达到的一个范围 通通都称之为磁场 例如我们刚刚的论证 就是说两个平衡的长子导线呢 它们之间会产生一个磁力 那既然是磁力的话 就代表它的周围就是磁场 就是磁场 那磁针这个N级的方向呢 就是因为磁场它是一个向量 所以磁针N级的指向呢 就定义为磁场的方向 那磁场的方向呢 有的时候可以用磁力线来定 磁力线呢 它是一条封闭的曲线 那在磁铁的外部呢 它的方向是从N级到S级 但是在磁铁的内部呢 它是从S级指向N级 所以我们用下面的图力呢 来说明这个磁力线跟磁场的关系 这是单独的一块磁铁 那我们知道磁铁它一定都有两级 一个是N级一个是S级 所以假设我们把这边放上磁针的话 放上一个小磁针 那磁针的S级呢 一定靠在N级 N级呢 一定在外面 那我们刚刚就讲过 它的方向就是N级的方向 所以我们把这些磁针串联起来的话 它的磁力线呢 就是从这边到这边 好 从这边到这边 但是回到内部的时候 它又再从S呢到N 所以它就形成一个封闭的曲线 但是它是单独的 等于说任何两条磁力线呢 是不可能相交的 那磁力线如果这样子串起来的话 那在这个点上面的磁场的方向呢 就是往这个磁力线的切线方向 就是它磁场的方向 好 这是第一个例子 就是单独一块磁铁 从而所产生的磁力线 那当然它不是只有一条而已 它是联系的 我就是画一条呢 做代表 好 这代表就可以了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两个磁铁 所产生的磁场 好 它们之间的一个论述 这是因为我们知道 单独一个磁铁 它的磁力线呢 是从N级到S级 所以它是从这边过来的 好 上面也是 从这边过来的 那下面这块磁铁也是一样 它是从这边过来的 好 从这边过来 你就可以发现 它们在这边呢 就是看 感觉上就是产生一个 排斥的现象 就是在它们这块交错的这块区域呢 这磁力线是排斥的 那在这块交错的区域呢 你也可以发现 感觉上它就是互相产生排斥的 那由磁力线的这个解释 你可以发现同级之间呢 是互相排斥的 那一级之间呢会互相吸引 我们可以从下一个图例呢来看 好 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这个图例 就是这边是N级 S级 S级跟N级 我们利用磁力线呢 来论述就是 那个N级跟S级呢 互相产生吸引 从磁力线很容易看得出来 那上面这块磁点的磁力线呢 在它的上半端也是从N级到 好 我用一条磁力线做代表就可以了 内部我想就不用再画了 它是从S到N 但是在这一端的磁力线呢 它却是往下的 好 往下的 当然有一部分呢会回来这里 好 回到这边来 那对这个下面这块磁点 它的磁力 这个 这一端的磁力线呢 也是往这一端 好 那我们就是好像有交叉 那其实并没有交叉 好 但是我是画图的关系 好 所以这一端的磁力线 基本上都集中在这块区域 它的下半端还是从N级呢 到S级 那从这个磁力线的分布来 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说 两个磁铁如果是E极端的话 N级跟S级呢 是互相产生吸引的 好 那由这个磁力线的描述呢 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地球的磁场 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它本身呢 它的磁力线是从南极到北极 好 那既然是从南极到北极呢 可见真正的磁极的N极呢 是在南半球 那磁极的S级呢 是在北半球 好 从这个磁力线跟磁场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地球的磁场呢 目前好像看起来是从 这个南半球到北半球 这是地球的磁力线 可是根据我们对古地磁的研究 我们发现地球的磁场呢 其实有经过变动 例如在几百万年以前呢 就是现在的S级呢 在几百万年以前 实地上是N级 那至于地球磁场变动的原因呢 目前很多科学家 还在寻找一个答案 那以上呢 是有关对于磁场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